有好多101的感覺 然後最後邊 我看到最後邊的一道 未來台灣成品會進駐 我們終於有數據了 693公里 一個比台北到墾丁 還有遠的距離 一個從2300萬 跨到14億人口的競爭職場 實踐大學23名大四生 從台北到上海 展開他們為期 五個月的實習生涯 好高喔 感覺我一直以來 看到的世界都很少 就是來這裡之後發現 這世界大不同 什麼說什麼說 就是在台灣 其實不會看到 這麼多很高大的建築物 台灣只有一個101 對 好多101 到處都有 而且換一圈喔 媽媽有說過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朋友是誰 在還沒認識大陸同事前 一個實習單位就他們三個 講相依為命好像有點苦 但想在上海過日子 還真不容易 沒錯嗎 沒錯嗎 沒有啦 送圓落單 前日很冷嘛 他語容也被擠破喔 我真的覺得很麻煩 幸好大陸的所見所聞 每一項都很新奇 讓這個大男孩很快轉移注意力 我還想點一份炒飯 吃飯 和城府一塊實習的三位同學 見識到大陸人多到爆炸 中午吃個飯 要等一個小時的真實情況 當他們看到大陸同事 10點就開始滑手機訂餐 用支付寶快速付款 11點半熟練得到一樓販賣機 用手機掃二維碼取餐 販賣機還有保溫功能 餐點都是熱的 只能用春暮結舌來形容 因為這已經超乎他們認識的中國 在我來之前會覺得說 大陸其實會覺得沒有發展那麼快 上海嘛 長得跟台北也蠻像的 只是它又再多發達一點 但其實來上海之後就會發現說 他們的主要城市是已經衝得很前面 而且文化基本上有一定的素質在 所以說這已經 已經跳脫出我們原來的框架裡面 可以思考到的範圍 上海的環境真的比起台灣說算是發達的 對 有一些譬如說如果只留在台灣 其實是你的生活的環境 還是就局限在你一個從小就習慣的地方 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子出來看的話 我們根本不知道這裡是個怎麼樣的世界 由於招工困難 上海多數台上其實相當願意聘雇台灣員工 因為台灣人服務周到 心思細膩 忠誠度較高 但是光講好的不會進步 台灣員工的企圖心還需加強 我們台灣的年輕人的話 就可能就說 哎呀我就敬意而為了 大陸這邊的人員呢 他們呢 對 對於成功的企圖心呢 不只是全力以赴 不只是盡力而為 而是全命以赴 台灣的大學日校生 一天頂多上12節課 到晚上6點鐘 中國大陸的大學生日校生 一天上14節課 到晚上10點鐘才下課 很正常 兩岸大學生的競爭力 從上大學的第一天起就不一樣 我來這邊 剛開始其實很不習慣這邊的飲食 就是我們第一個禮拜 瘋狂的拉路 我回去之後我才知道 這邊不能叫小姐 要說 嗯 姑娘或大姐或小妹或妹 新疆啊 哈爾濱 那邊都會有油菜花的種植 南邊的話一直分不到海南 2 3 跳 23位同學 在上海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分享上海實習心得 我覺得他們的QQ非常的強大 我會接觸到蠻多各個產業不同的人 然後我會覺得那是未來的 就是算人脈吧 台灣的飢餓行銷其實 比較就是真的去實體店面搶購排隊 那這邊的話就是真的網路很很發達 就是什麼都是要靠手機還有電腦去搶購 很方便掃一下QR code 他就會直接從你那個微信的錢包裡面扣掉了 我覺得這個 他們在電子商務整合的這個地方 比我們厲害很多 邊Key的實習單位網路文案 再把文字由繁體轉為簡體 因為大陸的漢語拼音 他們還沒背好 B 他就是在他們這裡的拼音就是B B 然後P就是P P M就是M 這是我們第一天來放在桌上的 現在第62天能學到多少 學到我們 就是還是用 都打野 有焦香味 很懷念 在異地會特別有感觸 真的 真的 雖然想這樣 但是當你問起他們 畢業後 願不願意到大陸工作 他們多數點了頭 過去只有每年學校和上海東華大學 共同舉辦服裝秀時 才有機會到大陸